鬼哥 鬼哥 哇 鬼哥 哇 兄弟哈 兄弟哈 哎呦 不減當年耶 開玩笑 是是 丹田人就那麼的大顆 丹田有大顆的啊 我看到你們兩個好高興 我看到你才開心耶 因為這個在演藝圈子裡面 混了這麼多年還在混 對對對 我們不是還在混 又看你又出來混了一下 剛剛唱這首包青天 這個包青天有歌呢 我們印象裡面 好像從蔣爸爸那個年代就有了 那是很久 那是第一部大型的連續劇 那時候蠻轟動的 那不是電檔戲 你們都不知道 三百多集 是電檔戲 那時候那部戲可能只要演二十集 這個是電一個檔 下面就可以演 換另外一部戲 對 結果我就演第一個被殺頭的 安樂侯龐玉 唉唷 一演就紅了 唉唷 頭被殺完就紅了 對 開玩笑我一被幹掉 大家很高興 還是就紅了嘛 那麻煩要那虎頭雜再來一次 我們這個節目也需要再頭 觀眾喜歡看你被幹掉 對 我連續那部戲裡面被幹了三次 被殺了三次頭 真的啊 哇塞 每殺一次必紅 必紅 所以很早 大家知道是講霸唱的嘛 而且終於有演 後來在秀場裡面 也幾乎以這首歌為自己的那種拿首歌曲 對對對 那時候你們都會唱嘛 對啊 對對對 你其實幾年開始出道 我民國五十七年吧 五十七年 民國五十七年 我跟方正 倪敏然 我們三個一起出道的 以前方正就大饅頭嘛 對 那時候我們三個人在一起出道 在一個叫七重天歌廳 歌廳 對 然後呢 我演猴子 然後那個方正演牛 還是演羊 反正都演動物 那時候出場讓這個禍一禍這樣子 那時候倪敏然他就開始講相聲嘛 哦 相聲 那方正 我在懂的編劇 對對對 方正就是專門演糊裡糊塗的傻子嘛 哦 所以我當時記得在秀場的時候 我們看過你演那個猩猩猴子 哇 好像 台灣最像就是 根本是猩猩猴子嘛 少來這套 你才像 真的 根本是猩猩猴子 今天來一段嘛 而且要演這種東西 是有步驟的 有步驟的 有步驟的 你來教我們一下 你們兩個講好 演猴子要有那個猴子的樣子 對 首先第一件事叫 兩腿分開 與肩同寬 與肩同寬 微微蹲下 嗯 然後用力一下 有沒有衛生紙 我可能會偷摑 不要不會說 都說得比較囂張 對 手慢慢放鬆 放鬆 那個脖子往前伸 嘴巴張開 舌頭伸出來 放在你的上唇跟牙齒中間 你幹什麼 你舔舌頭 放在上面 好 放在上面 放在 哎哎哎哎 又問到了 手呢 手換一換 開始 來 來來來 猴子 好可愛的猴子 來 來拍拍手 來 來 這位太太 好朋友 我們來這裡 不是說跟我們講的 不是說跟我們講的 像我們以前在 可是這樣子 是不是每個人學 這樣的臉都會像 都會像 來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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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這裡 不是說跟我們看節目 來唱歌 來看張開演唱 我們如果沒有多少歐回去 沒辦法教 但這四人多打算 對不對 看看像不像 好 這隻狗不知道 會吃得比較大口味 這隻狗算母猴 母猴 你從哪裡來的 台中 台中來 台中來的狗 台中來的狗 現在要稍微點 你叫他窩一顆 我們頭窩 那邊都不知道 回去我們就比別人厲害 好不好 從台北走到台中 都用狗的姿勢 腳怎麼樣 雨間要同關 雨間同關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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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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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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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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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觀眾都很慘喔 現在的觀眾都很快樂 以前做節目很辛苦 對 因為觀眾都比較 一個人拍手 拍很大聲 別人沒有拍 越拍越小聲 頭越來越低 自己也自己 我只是在頭 你以前都這樣 現在不是嗎 現在觀眾都很高的 好可憐喔 不想說一下 你看看 看得到對不對 對啊 現在我什麼時候看 是啊 楊彭露燒的好可憐喔 現在都來出場 我選機 通通被選舉訓練出來了 對啊 其實我們講在那個時代裡面 其實奎哥我們在我們兩個 那種蓬萊格駐唱的時候 對 張毅章大哥跟那個張葵 當時他們就紅得不得了 不得了 對啊 那時候很多人都在我們的一個地方 在表演 對啊 那時候我記得還有一個 孫晴 孫大哥 孫晴孫晴 痛苦歌王 那他那個唱歌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 這個嘴巴眉毛 鼻子眼睛擠在一堆 跟麻糬一樣 對啊 以前在形容他說 那個孫晴在唱歌 好像是一個麻糬落在肚子 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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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肚子 國雄打過那種 對 有看過孫晴嗎 有英雄有親嗎 有英雄有親嗎 痛苦歌王 對 這樣我們今天請一下葵哥 來幫我們 來幫我們模仿一下 對 是你老兄弟嘛 也是你老大哥 對不對 他實在太醜了 這跟什麼模仿的不像真的是 可以嗎 不會 除了出門被車撞一下 或者被打一隊回來再唱 可是你知道要怎麼把他弄醜了 哈哈哈哈 小籠包 你我感覺你有比較軟腳 你進去哪裡 我騎得不行 對 對 不是啦 因為最近比較老了 好 我們母親要求很多 對 聽說你母親會吵 吵得 吵得 吵得越吵越漂亮 對啊 愛吵 愛吵啊 很愛吵他就對了對不對 愛吵才贏 對 這個有沒有 那個帆車車 帆車車 對啊 帆車車也有唱這首歌 對啦 跟阿雞仔有嗎 對對對 阿雞仔唱會你這首小丑 真的嗎 還有效果又好 真的 他唱我的氣候不錯 不錯 他的感情豐富 有 都唱台語歌 你是我的四名 他的名字 名字的記者 什麼歌都唱得很好 唯獨的一首國語歌曲 就是小丑這首歌 真的 你這首歌的意境太好 帶著一個藝人的心聲 說出了所有人的心聲 有很多生意的人也是這樣子 真的嗎 他要做生意 不管是這樣 可能要六票 是怎樣 家裡有什麼事情 看來要做生意 笑笑 那些假笑 就是跟小丑一樣 臉笑心比的啦 對 像小丑一樣意思 對 對 當時就要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知道 他有多少的心酸 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所以說你有這個感情的時候 你唱這首歌 你一年你眼神就認認過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奎哥 他那一年做生意了 了那麼多錢 對 但是幕臺上有些快樂 各位會不會覺得說 一定要還要再繼續 會想說 再繼續走這條路 還要再幹下去嗎 我跟你講 我是想說 你們很優秀 那真的是 那麼年紀長了 應該是 韓語弄孫 對 讓很多人去 繼續的往前推進 那我很想幹 年齡啊 有了 你幹不動 疼 疼 疼 不是 現在的兒子 現在第二張專輯就出了 張楓琦 對 張楓琦 今天就請這個張楓琦出現 九歲就出家了 對 爸爸沒有辦法阻止你出家 當時你為什麼想出家 因為參加夏令營 覺得那個環境不錯 就喜歡了 喜歡 那個日子可以這樣 後來為什麼又要還俗呢 因為地震嘛 然後媽媽就擔心 媽媽就把我抓回來 九二一地震那邊死很多人啊 他那個中代才是那邊啊 喔 在台中那個地方 對 就這個原因嗎 對 當時媽媽阻止不了你 爸爸阻止不了你 可是最後 媽媽的力量還是把你抓回來 地震的力量 地震的力量 把他震回來了 那好恐怖 萬一再地震一次你又出家了 台風又出家了 你要看震營要在哪裡 萬一在北部 他又下去了 所以那個時候 那段時間裡面 真的會很擔心嗎 非常複捨真的是 心裡面有很多的一個牽絆 說那麼小一點點 在家裡面都照顧得好好的 到那邊去到底怎麼做事呢 沒人家照顧 這個吃飯怎麼吃 是有吃不吃 身體如何照顧 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煩惱 很多的煩惱 可是他如果說從那個 那個佛家子弟以後 在還俗的話 再回來的這段也很恐怖啊 再回來更多煩惱啊 對啊 不過是說教啊 他要說教 這個不可以 那個不可以 爸爸不能吃粉 爸爸要練習 爸爸要睡覺 是不是常常會管教爸爸 是不是講他媽媽啊 真的啊 他媽媽是他的修行菩薩 今天當然是 把這個新專輯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新專輯 對象好哥 這個是不是你的世界了 接下來 新專輯這次一樣是 就是十二首歌曲 十二首歌曲 就是詞曲自己創作 對 那另外兩首呢 一樣是十二首 都是自己寫的 都自己創作 對對對 很厲害 那這一次其實是 走比較輕快的路線 啊輕快 對 然後這一張加了更多的R&B 喔 然後也加了一首 自己喜歡的音樂曲風 就是Heavy Metal 重搖滾 搖滾的齁 要多支持齁 好 所以說每一個人 有時候稍微被人家吃豆腐 所以我們這一段當中 兩位其實戲都演得很少 對不對 你佩生有沒有演戲 有啊我演八點檔 有 有演過 我演戲比較少 只是參與過一兩部吧 對啊 那今天可以早上演個戲囉 對對對 我們這一段戲也不多 就專吃豆腐戲 哈哈哈 真的假的 而且最重要楊婆婆要出現 這部戲 這個戲名叫做麻坡豆腐 麻坡豆腐 好 來欣賞我們大家為您準備的這段戲 來 哇大家好我是楊婆婆啦 阿姨不要叫我楊婆婆 叫我楊美麗就好了 阿婆我什麼鼓勵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哎呀一間好美麗診所 既然大家都 還沒來上班 很奇怪 我就想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笑真啊 嗯 楊婆婆 養長來了沒有 還沒有耶 還沒有啊 對啊 哎呀還好啊 你遲到沒有被他被他碰到 你被他罵死啦 對啊 討厭都沒有睡飽耶 哎呀旁邊先休息一下 喝點茶啦 好好好 那不要跟院長講喔 院長來要跟我說 好 好一定跟你講 哈哈哈哈 哎呀 院長在不在 院長 院長還沒有來啊 哇 小明啊 你差一點吃到了你啊 對啊 哇我害怕喔 他好討厭喔 哇我害怕喔 還好沒有來沒關係啊 我要趕快打掃等一下被人家罵 好 欸嗨小明 欸還好啊 院長不在 對啊 嚇死我了 欸最近啊 你有沒有聽聽一張專輯超好聽的 誰啊 就是那個 哎 婆婆 我們在聊天你不要那邊嗯啊好不好 對啊 你幹嘛發出那種奇怪的奇奇怪怪的聲音啊 不是啊 我年紀大了每次呼吸到新鮮空氣就知道會嗯啊 好啦那你就不要呼吸了 盡量控制啦不好意思 打掃你們聊天 對啊 水哥哥 這是嚴淑銘 他最近出了一張專輯 我剛才超好聽的 對 你一首都是主導 對他那主導就好想唱 對 我會不會呼吸啊 你不要再嚇我們好不好 你叫我憋氣 我憋我憋我憋 憋了那麼久啊 嚇死我了 對啊 到憋憋去 你們兩個在聊什麼啊 沒有啦 聊一個歌星的唱片很好聽 像我啊 他叫顏淑銘 顏淑銘很好耶 像我們現在只是在這邊啊 當作是一個踏板而已 我們以後都想當歌星了 你也是 對啊 對你唱個蠻好聽的 你也是 我上次KTV唱得好開心 對 你們沒有聽我唱過 我唱得也很好聽 真的嗎 對啊 你有經驗嗎 拜託 每次都聽到我的經驗 每次是 每次都受到經驗 那是我第一次在高中畢業旅行的時候 有一個男同學把我帶到草叢 他說美莉來嗎 我說不要 他說來嗎 我說不要 那時候來嗎 那是我第一次的經驗 多數這種經驗 我們那時候歌唱比賽的經驗 你說什麼 只要聽你的那個經驗 那我不會啦 白痴 你在旁邊趕快掃啦 我告訴你聽啦 那一張唱片真的很好聽 十首都是主打 而且我覺得顏淑銘身材超好的 還好了 他的腰比較粗 真的嗎 他的屁股還蠻美的 對啊 那個蜂蜜好好看喔 你有買對不對 對啊 超好聽 你們兩個還在聊天 等一下院長來了 你們兩個就糟糕了 對啊 好害怕啊 對啊 對啊 他待會兒就來了吧 而且拜託 那個明天什麼團康會喔 你準備好了沒 我覺得真的無聊啊 搞這種東西 對啊 對啊 然後我要表演那個跳舞 我要表演短劇 而且我就說不了他 很愛摸人家 你不覺得嗎 對耶 他也有吃你豆腐 對啊 他也經常吃我豆腐 對啊 他這根本就是個大變態 我覺得他很壞耶 這個院長 對啊 真的很愛摸人家 這是個變態狂 他怎麼吃你豆腐 你院長 院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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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你好 院長好 你們都在啊 明天那個康樂晚會的節目都準備好了嗎 都準備好了 都準備好了 你表演什麼呢 短劇 短劇 演什麼東西 我演一個戀愛中的女人 跟一個男主角說我愛你 演 那你直接演 我愛你 把他說出來 打打出來 對著他 含情默默 我們現在先試一遍好了 我看你 我看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現在摟住我的腰 懂不懂 好啊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會嗎 光清水就會懷孕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感恩 很好 謝謝院長 你這個可以參加這個金馬獎的 真的很好 非常好 謝謝院長 真的好棒 真的好棒喔 真棒的身材 好棒 謝謝 好明天要注意 知道 小聲音要注意 院長我都準備好了 我都在家裡有練習 然後來路上也有練習 我都OK了 你明天練什麼東西 我明天要表演一段爵士舞 然後最後就是會跳到院長的身上去 然後轉一圈 我們覺得那是最好的爆點 這東西要先配好 不配好的 萬一明天沒有準備好 萬一你跳上來我沒有注意到 就掉下去跑 那你現在應該可以試一下嗎 對 可是我前面有一個solo 就是我一個人會轉 solo 那不用 誰幹solo 你直接跳上來 我又可以轉一圈 那招真的很漂亮 你確定你不用看嗎 真的很漂亮嗎 就是這個一直轉圈 不用不用 誰跟他轉圈是嗎 不用啦 你直接跳上來 然後我們鬥一圈之後呢 然後你跟那個演出品一樣 輕微一下 可是等一下 院長我沒有表演到輕的那段 我的就是舞蹈 輕有加分 哦 好 而且有加薪 你知道嗎 真的嗎 你現在一個月拿多少錢 三萬多 下個月四萬八 謝謝院長 你這個人好好喔 那我 我是很大方的 懂不懂 好 但是你要跳的我覺得很好 才可以喔 懂不懂 好 院長我就是到時候我就是一個轉圈 然後會跳上去 那個骨科的林醫生在吧 院長 院長我還沒有 我明天表演是你要強勤我 院長 不用我現在沒有辦法了 我找一下林醫師 林醫師 我的海綿體 根本就不是 下流的東西 對啊 我覺得每一次都要這樣 我覺得很煩 對啊很奇怪 剛剛有沒有吃到你們的豆腐 有啊 他剛剛我跳上去的時候 他整個手都掐我的腰耶 我就快癢了 對啊 你還跟他演親一下 對啊 他剛剛還拍你屁股耶 對啊 對啊 這個叫他拍得很響耶 好討厭的一個人啊 好討厭喔 對啊 怎麼辦 我不知道耶 不如整他吧 對 其實我跟你講 他上次不是說他手機不見嗎 他不會是你吧 對 我就直接趁他不在的時候 他吃便當之後就把他手機抽了 然後就 我手機掉下去 哇 那就是我 哇 好棒喔你 不要講不要講不要講 我告訴你聽 上一次他不是拿那個筆嗎 對 那個手不是沾著那個筆嗎 嗯 其實我把了那個強烈角 連到那個筆上面去 哈哈 所以他三天 都 都是連出那個筆 就是你啊 哇 你好厲害喔 好開心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看我年紀這麼大 有時候他有沒有吃過我豆腐啊 真的假的 對啊 我也是好生氣 我跟你講你不要跟他講 好 那一天有一天 他買了一打保險套 放在他的抽屜裡面 我跟你講 我把每一個保險套都拿出來 我都一個一個把他做破 蛤 蛤 12個保險套 我看到以後要生多少小孩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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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